大家好,这里是绿正悟空i4u 今天是2018年12月12号 但是事实上已经过了零点 所以算作是13号 关于孟晚舟这个案子呢 有人说我是挖掘机 也有人说好奇害死猫 我遭受到的威胁已经是不是一次两次了 所以但是我还是愿意就是 跟大家分享一些挖掘出来的真相 好,首先呢 我们来看有一个眼魔版网友 她是推特上的一个网友 我在看她的推特的时候 我有注意到有这么一个文件 是孟晚舟和她现任丈夫刘晓宗 在2007年2月2号去香港结婚的一个登记证明 所以孟晚舟和刘晓宗 他们两个人都是大陆背景的 然后呢是2007年的2月2号去香港注册登记结婚 请大家记住这个时间点 那么在美国方面 就孟晚舟案已经提供的一些文件里面 就指出说从2008年的2月到2009年的4月 孟晚舟呢 她都是作为 也就是以香港为基地的那个Skycom这个公司的董事 而Skycom这个公司呢 就是在孟晚舟这个案子里面 一个重要的公司 因为孟晚舟她所面临的欺诈fraud的指控呢 就是美国方面指控她就Skycom和华为这两个公司之间的关系 做了很多不实的陈述 所以关于这个呢 如果我们去回忆看一下 就是星期五在保释亭的第一天的现场记者的报道里面就提到 说孟晚舟呢 had also denied the link between the entities when questioned by banks 说当银行向孟晚舟询问这两个公司 就是华为和Skycom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呢 孟晚舟是deny 也就否认这两个公司之间有任何关系 那么事实上 美国方面的指控 她已中了一个很重要的文件 这个呢 在星期五那一天的报道的时候 也就现场当时Toronto Star的现场记者赵其心 他就询问 他说请问谁可以帮我找到Rotor在2013年的报道 然后很多人都找到了 所以Rotor公司2013年的这个报道是被法庭引用作证据的 也就是在在美国的就是起诉起诉状里面引用作证据的 那有人可能说一个新闻报道怎么能当作是一个司法诉讼的证据 这个我认为有两点 第一点 如果大家去看去我的tumblr看一下的话 事实上 我这里面有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Rotor他在西方是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CIA媒体 也就是为美国中情局服务的媒体 所以呢 以Rotor来发出一个对华为的就是很有攻击性的报道 所以这个里面呢 他担得起 也就是说有CIA给他做背景 他一定那些证据力 他都是应该是考虑的很周密的 再有一个呢 据目前所透露出来的消息 尤其是就是媒体已经披露的这个美国的关于这个案子的一些文件 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事实上美国对于华为的一些调查从2016年就开始了 那么至今也就是星期五的停讯里面 当时现场的记者还是问就是提到了这个报道 而华为 而路透社到现在这个报道 他也原封不动的放在那儿 也不删也不改 所以可见他对于这里面 这个报道里面的用词前据 也就是他是认为经得起推敲的 所以呢 这个呢 被引用作证据 而在这个里面呢 我就注意到 他有这样一个重要的 他讲 在2007年的五月份 Skycom这个公司 他提交的一个年报里面呢 他就讲 说Skycom reported that all of its shares had been transferred three months earlier from a two companies in the British Virgin Islands to a Hong Kong firm called 华英 Management CORTD 所以呢 在2007年五月份 由Skycom提交的一份年报里面 他说 Skycom的所有的股份 都有 都在三个月之前 由一个在维京群岛的两个公司 转让到 转移到了 就是 就share transfer 就是股份转让到了 以香港为基地的一个叫做华英管理公司 所以 对于2007年五月份 三个月之前是什么时候啊 就是2007年的二月份 二月份就刚好是 孟小孟晚舟夫妇 去香港 登记结婚的 时间点 所以就是说 刚巧他们去登记结婚 然后呢 Skycom的 他的所有的股份 就从另外的两个公司 转移到了 华英 Management CORTD 而且他这里一讲 孟晚舟呢 他还担任华英这个公司的秘书 所以我个人感觉 就是说 华英 公司 他在2007年二月 成为Skycom的 就是母公司 成为他的股东 那么谁又是华英Management CORTD的股东呢 这个我觉得就是玄机的 我个人认为 很有可能 孟晚舟夫妇 他们就是 华英Management 这个CORTD的股东 因为也就是 孟晚舟这个案子 指控是欺诈 但是他最后的动因呢 是因为 是因为这个Skycom这个公司呢 违反了对伊朗禁令的这么一个规定 所以就是说 那就要看是谁卷入到了Skycom 所以现在看来 如果 华英股份 华英管理公司 在刚好他们夫妇结婚的时候 成为了Skycom的全数控股公司的话 我觉得 就是在Skycom的所有涉及到和伊朗之间的禁令的这个问题上 是不是不仅仅是 这个孟晚舟一个人 也就是华英Management的公司 他的股份 是不是有孟晚舟的 也有刘晓松的 所以他们这个华英公司又作为Skycom的控股公司的话 因为我们知道在保释庭上 他的孟晚舟的丈夫刘晓松呢 他是作为就是局外人 但是呢 作为孟晚舟的亲戚 亲属 所以呢 是作为担保人 如果这样看来的话 如果说是Skycom他的控股公司 华英Management 实际上股东就是有 这个 这个 他的丈夫的话 那未来会不会美国把 他的丈夫也纳入被告 也就共同被告 这个呢 我认为是 看起来这个确实就是说 就是说太巧合了 对吗 也就是他们两个人去 香港结婚的时间点 也刚好 就是这个 最大的问题 这个公司 他的股东 成为一个 就是股东转让 就是全数 由另外两个公司 转移到了 华英Management的公司 而华英Management的公司 他的股份信息呢 目前我们是查不到 因为香港的公司登记的信息 他们对外公开的信息非常少 只能看到 就是 比方说是 他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但是在这个 路透的这篇报道里面 我觉得还有一个也很很有趣 他讲说 当时就是在2009年的时候 Skycom的总经理是谁 因为经理跟股东 董事不是一个概念啊 董事股东都直接是 参与公司的决策的领导 而经理呢 他只是一种 Officer 就是一种 就相当于是打工高级打工仔 而董事跟股东的话 这就显然是公司的决策的层了 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说2009年的时候呢 Skycom的总经理是一个叫张宏凯的人 而很有趣的是什么 说是2009年中国驻伊朗大使馆 发布新闻稿 说华为已经为伊朗的一所大学 签订了合作协议 而且文章还说签字者包括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驻伊朗代表张宏凯 所以就是说高级黑是谁啊 高级黑是大使馆 中国驻伊朗的大使馆 所以就说当张宏凯 他是作为Skycom的总经理的时候 中国驻伊朗大使馆 把他说成是华为的驻伊朗的代表 而且呢是中国驻伊朗的大使馆 把他们签约的这事呢 放到了网站上去发表 所以这个就觉得就很有意思的 对吗 再有一个呢我注意到就是关于 关于华为和Skycom的之间的关系 这个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也就按照路透社 因为这篇报道呢 就是这个路透社这篇报道的 基本上是中文翻译版 它里面说的是一样的啊 我就跟大家用中文版说一下 他说的是前面这个呢 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的 就是2007年5月份 他的一个年度报告里面 就显示说是三个月之前 这个股份转让 而三个月之前刚好就是他们结婚的日子 这个我刚才跟大家说了 那再往后呢 就是说他说华英management的公司呢 关于这个华英management的公司 他说华为的母公司 华为投资控股持有后者的全部股份 很绕对吗 但他的意思实际上说简单的说就是 华为投资控股持 控股公司是一个爷爷 那他有两个孩子 一个是华为 一个是华英management 而华英因为他是全数控股了Skycom 所以Skycom呢是华英的儿子 所以这相当于是孙子父亲 然后呢这个呢是爷爷 而华为呢是这个叔叔和伯伯之间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如果孟晚舟说Skycom跟华为没有关系 完全就是一般的公司关系 这个显然我认为是不成立的 因为他们关系可能盘根错节 但是你要说他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是两个合作关系 合作公司的话 我认为这个显然是属于不实的陈述 另外我还注意到就是在一家上市的公司 叫做I Softer Stone Holding Limited 这家公司呢他是在纳斯达上市的 那么从他的一个纳斯达上市的公开文件里面显示 华英management的公司呢 是他的一个大股东 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在这个上市公司的文件里面出现的这个股东 绝对不可能是小股东 而且他这里面谈到的是说华英management的这个公司持有的是什么呢 是convertible share 一般来说的话如果他持有的是一种convertible share 因为convertible share就是说比方说他持有的是A股 那么这个A股呢是在一定的条件下 然后是可以转化成其他的一个股份 一般来说这种convertible share的话 他不会是一种就是面向就是对外公开发售的股份 一般来说不是的 所以我觉得第一从他是出现在这个上市公司 Isoftstoneholding公司的就是上市公司文件的股东里面 他不会是一个持股 凤罗小的公司 再有其次他又持有的是convertible share的话 他应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一个大股东 那么Isoftstoneholding呢跟华为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找到了另外一个文件 它就显示的是Istone Isoftwarestone呢 它和华为是joined venture的关系 就是他们是合伙人 所以的话也就是Istoneholdinglimited和华为是合伙人 就是相当于是情统手足 然后呢这个华英managementco呢 又是Isoftwarestone的一个重要的持股人 而且他是就是举足形容 因为他是convertible share 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关系 然后而这个华英呢 又是Skycom的全数的股东 就是母公司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看 也就是Skycom和华为之间的关系 不仅仅是路透社所透露的这些关系 可能还有其他的 反正至少不应该是像孟晚舟 她所否认的那样 就是说他们之间完全就是普通的两个公司的关系 这个显然是有点站不住脚 好 今天的这一集视频呢 就先做到这里 最后呢还是跟按照惯例 请大家关注我在推特上的一个呼吁 就是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李倩法官 他和一个叫田彦刚律师 这个他们之间合谋 在一个案子里面显然是有一种 就是制造了一个大陆的一个司法暗黑的案例 那么会是什么原因呢 会不会是因为这个田彦刚律师 他显示出是一种为主席连任修宪 这样摇旗呐喊的这么一个主 也就因应了国内的体制内的一个政治奴才文化 所以这个两个人才联手把这个案子给做黑呢 所以请大家关注我那个推文 以及2018年12月3号的这个视频 好 谢谢大家 拜拜